表面在怼你 但是你如果沉浸到他的世界里 你会爱上他 这种病叫什么斯德格尔博东格症 让你体验到冰火两重天 老年痴呆 那叫帕金森吧 龙神一点面子都不给 好 所在夫妻四川医区崇敦府招队友 创伤应急综合症 就是一个天天给你一个大嘴巴的人 突然给你一个枣 你会爱死他 你天天给他个枣 有一天给他个大嘴巴 他会恨死你 我们一种已经熟练了 掌握了人性的弱点 平时就给你大嘴巴的 关键时刻在给 大笔兜子 成都府肯定是梦幻西游妹子最多的福气啊 要不然游戏比比例能这样吗 钱都给妹子花了啊 天天给你火箭 有天只给你摸摸哒了 我有天摸摸哒 他都是偷摸刷啊 他就他就不刷了就完了 我这把哥们 礼物这东西吧 其实主要是骗新人的 刷完就第一次自我介绍的时候双方了解一下对方的定位 他跟你做什么级别的仓位就完事了 后续就不用再交钱了 毕竟已经上了飞机了 我跟一种已经穿一条裤子 一种我给的定位是 在飞机的驾驶室里跟我一起开飞机 甚至开的比我好 你们买屠宗舱一种一种买飞飞行舱啊 定定完了现在一种要集中 复战了 还行吧 复战干不完 起码那个刀能玩个石头也还行 已经有战火熊奇了也没啥追的了 玩梦幻大多数人打服战的只想躲一次罐就可以了 就跟喝可乐一样 你三天三夜没有喝水了 喝到可乐的第一口 最爽后面那就没有味道了 一天没喝瓜子客到的前三点瓜子最香一个道理 六十九集杀的咋这么坎坷呢 咱们的宝宝太偏向PK了另外开局有被封了影响我牛进啥的节奏 浪费老板 那里有